再來看到最新的外地人消息 這幾天你應該有發現到 因為美國攻打敘利亞 那麼美國就說 他們當時攻打敘利亞的時候 救出了70幾位庫德族的人職 也殺了20幾個IS的民兵 但是這一次的拯救當中 死了一個美國的阿兵哥 我想問 美國這麼說 應該有他背後的目的 對 美國他們這一次 主要是在庫德區 去對庫德族境內的一個 就是已經 他本身在那個地方有一個監獄 那個監獄他本身是在IS控制之下的 而且這個IS 他其實抓住了一些人質 這些人質其實是當然 有一些庫德民兵 也有一些當地警察等等 這一次美國派三角洲部隊 搭了黑鷹直證機 去把這些人救出來 其實他整個作戰 你會讓人不由得 又想起了過去一部電影 叫做《黑鷹計畫》 不過當然這一次 沒有像《黑鷹計畫》那麼拉插 他可以說以戰術行動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其實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 為什麼 因為他派出了這個 就是三角洲部隊 三角洲部隊其實是 美國陸軍的系統裡面 最精銳的這種特戰小組 這個特戰小組 他們是從他們那種過去的什麼 綠扁帽部隊的人員之中 擇優 然後再訓練 更精英的 對 精英中的精英 他的數量大概差不多 800到1000個人左右 也就是說他的本身 這樣一個三角洲部隊人數不多 而且他們每個人都有這種 搭乘直升機 突襲 作戰這種能力 像你看 他們這個就搭乘那個AH-6 他們外號叫小麻雀 就是小鳥 小鳥這種直升機 這個小鳥他們搭這個直升機 他們不像搭黑影直升機一樣 都坐在黑影直升機裡面 他們就掛在這個門邊上面 然後直升機落地的時候 上面的人迅速的衝下來 然後衝下來就開始進入這個槍戰 也就是他們在當時來講 他們其實也鎖定了一個目標 就是阿布塞耶夫 這個阿布塞耶夫是誰 他稱為伊斯蘭國的首席財務長 這個首席財務長 因為他本身 他就在這個地區裡面 等於說美軍就已經鎖定他了 所以既然鎖定他的話 這個故事跟情節 也就跟黑影計畫前面那一段很像 他們就派出了這個 就是美軍的三角洲部隊人員 到了現地 然後在現地裡面開始進行偵查 而且偵查他不僅僅說 就是只是一般的 可能去進行這種人影偵查 甚至於已經把攻擊的路線 然後甚至於撤退的路線 就是怎麼進 怎麼出 通通規劃好了以後 但是要動手之前 阿布塞耶夫突然換了藏身的位置 所以當然整套作案計畫 要重新再擬定 擬定完之後 三角洲部隊再度動手 當然也把了 就是他們這次要救援的這些人質 救援出來 救了這些人質出來以後 美軍再透過空襲行動 把監獄整個炸毀 當然另外剛剛我們講到 獵殺阿布塞耶夫 也是可以說整個行動 非常精準的部分 因為除了阿布塞耶夫 遭到那個獵殺之外 另外還有懷疑 應該是伊斯蘭國的副國防部長 還有其他另外一個閣員 跟著阿布塞耶夫 一起都被割殺